閃電俠我覺得是追光者版本裡面增強最多的角色 他每一招都有被強化 先來看被動 基礎的護盾值雖然被下調了 但後面附帶的魔攻係數加成是被調高了非常多喔 所以護盾在後期會超級無敵後的啦 再來一技能冷卻少了一秒 二技能基礎傷害被下調了10點 不過他附帶的魔攻係數是被上調的 所以整體來說傷害也是被增強的喔 只是這個幅度不多 二技能的冷卻時間前期就被下調了 1.5秒這個就超多了 最後閃電俠的大招 他整體來說傷害是被些微下調了 但是他自我減速少了10%的跑速喔 人家常說傷害再高你打不到人也沒有用 那閃電俠大招傷害再高你轉不到人也沒有用 對吧 所以他這個自我減速少了10% 我覺得是好事啦 所以從被動到大招都被增強的Log男人 我覺得就是閃電俠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優格 I'm Yuga 這場是閃電俠在排位場的實戰解說 一開始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單排最會遇到的問題 我這場遇到的呢就是隊友都不太會打野喔 都紛紛的說他的野不太行 甚至他只會射手 所以最後我本來要走中路的閃電俠 只能硬著頭皮拿去打野啦 隊友當然紛紛不看好閃電俠拿去打野啦 那當然我就說了一句話 配合的好其實我們這個陣容還不錯喔 都是勸勸正 那蘭鐸說了這句話 我覺得好中肯喔 他說 渡人哪有人在打配合的啦 通常都是沒有默契 因為畢竟你單排嘛 這時候你什麼都不用說也不用解釋 就打一個加油 其實大家就會為自己的心心去奮鬥去努力喔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當你在單排的時候 假設你的隊友 一直都在單機 都不配合你去打團戰 怎麼辦呢 這邊提供大家一個很好的玩法 假設這場你的隊友 都在單機 都在自肥 或是團戰 明明就在旁邊 他死都不來支援 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就是 團戰都往他那一路去打 他自然而然就一定會來 幫忙你打這波團戰喔 這時候我們的隊友呢 艾瑞被抓掉啦 被這個四等的奎倫給抓掉 其實閃電俠不太害怕奎倫 因為我有大招可以做無敵 你問我怎麼會衝進來 他應該是想說隊友都在旁邊 看能不能打殺我吧 Maybe 或許啦 這邊奎倫回頭了一下 因為我用一技能騙他一下 他肯定會回頭想要尻我的背後 他就能100%暴擊 這邊我很確定 看到小地圖 奎倫已經去下路了 所以我就馬上 叫隊友來開這條魔龍啦 閃電俠我記得 他在剛出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拿去打野 因為他對於後排的壓力 非常的 壓力三大 真的那個壓力很大 他一技能的衝牌效果很好 現在你要去救一下 你們家的艾瑞 他被三個人給圍毆了 我直接衝進去開二技能 再轉這個大招 本想我的劇本是轉三個啦 但是那盧米啊 好像交了瞬移是不是 但是我大招是有轉到 牛魔王跟奎倫的喔 可是我們剛剛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射手蘭鐸 他被 他被緊給射爆了 沒關係 這邊再教大家一個訣竅 就是你當你在玩刺客 或是要進場 去衝後排角色的時候 盡可能先蹲草 不要露頭 像我剛剛雖然沒有 抓成功那個盧米亞 但是我運用了先蹲草 他就絕對會出來 因為他以為 兵線上 沒有其他人 他就走出來刺兵 這時候你就有機會 可以去抓到後排啦 就是這個訣竅就是先不露頭 等他往前走了 你再去抓他啦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玩刺客喔 他都會 就是 很容易就亮相 在地圖上 讓對手看到 這樣子對手只要 一直跟你保持好距離 你要切得到他的機會 就會變得很少 那我們剛剛刷完一破野區之後 當然是要來抓這個後排啦 大招轉起來 因為剛剛盧米亞在上路 交出了一波瞬移嘛 所以他瞬移肯定是在 CD冷卻的 這邊再教大家一個重點 就是 當你知道 對手的某隻角色 他沒有瞬移 或是擠走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計算一下 遊戲的時間 例如擠走可能是100秒 瞬移就是120秒 120秒就是 遊戲的2分鐘 那2分鐘內 他是沒有自保技能的時候 你就可以 在2分鐘內 趕快的 再抓他一次 他基本上 就會變得 非常好抓 沒辦法去躲過你的 充牌效果喔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很多人在玩刺客 他不太會 理解這個遊戲的運作 像這個遊戲的運作 差不多就是 你看 射手 能夠自保的 要嘛就是他有位技能 不然就是他會帶一個 瞬移甚至擠走 可是盧米亞 他就沒有一個位技能啊 緊的話還有喔 可是盧米亞沒有 這個就會變得很好抓 這邊轉一個大招 唉唷 被盧米亞暈了一下 盧米亞剛剛又交出了一次睡衣 這個東西你就要記在 心裡面了 加2分鐘的遊戲時間 那因為你的大招冷卻 絕對比這個2分鐘 還要更快對吧 所以你去gank他的這個 機會呢 多的是啊 OK這邊盧米亞開了一個大招 對面的盧米亞 基本上是有大就開 唉唷 埃羅這個 二技能開得不錯 OK這邊 可以 埃羅成功抓掉了幾 當你在玩這些 需要充牌的角色 針對性 絕對要夠 當然你這邊打出了一點優勢 你的凱撒路 就會形成一個劣勢 因為可能對方的打野 也會去支援 這個肯定是要去做一個支援互換的啦 那因為那個 上路兵線的 那個禁塔的時間 有點久了 所以那個塔 基本上是沒得拆的 你就不用在 多逗留在兵線上 太多的時間 看到這邊有一個葉娜 直接開這個大招 不然我會被他二技能砍來砍去 我會沒辦法動 那現在就是在找機會進場啦 注意 旁邊有奎倫 閃電俠的好處喔 呃 就是他很好充牌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 怕一技能來回的時候 被控到 那你的一技能就會 中途直接被斷掉了 這一點非常的忌諱 要特別的小心喔 上路沒人補兵線的時候 你就先去補吧 然後盯著對方的後排 直接衝 OK 看來這個掃10%的跑速 還是非常有用的喔 艾瑞跟金娜都來支援我 可是我最後還是被 牛王的二技能打死 這邊在教大家玩一個 刺客的小訣竅啦 就是你可以去分析一下 雙方的陣容 像對方他有什麼角色 像你這一場 呃 應該說對方 有錦嗎 跟盧蜜亞 這兩隻 射手跟後排 你就很好抓 可是如果你去抓那種 葉娜 安眠控 你大招要轉誰 或是你要抓奎倫嗎 也不行 因為他大招會隱身 然後二技能又會有一個位移 可以躲你的大招 最後那個卷 那你要抓牛魔王嗎 也不是啊 所以針對性 絕對要夠 而不是 很盲目的去打這一場 你一定要有一個 很特定的 針對目標 絕對不要說 看到誰就打誰 這樣是不對的 一定要針對 搞針對就對了 不要讓他們的 後排射手 甚至法師 飛起來 這邊奎倫進場喔 直接開一個大招 然後給他一個寒冰制裁 做緩速 好讓我的大招 可以捲到他 嘿這個打野的寒冰制裁 還是蠻好用的嘛 看到這邊左邊有一個葉娜喔 恩 恩 我不太敢進去 因為我怕一技能進去盧蜜亞旁邊 會被盧蜜亞的一二技能 給推走 甚至被中斷 我可能就被留在塔內了 這就可以啦 因為我有大招喔 閃電俠這個版本還是不錯玩的啦 最主要就是 提供給大家這個資訊 可以去測試看看 因為現在排位場也慢慢的 越來越多人去玩閃電俠 我覺得角色開發是這樣啦 角色 某某角色被改強了 大家不見得會馬上 一窩蜂的去玩他 但是呢 當有些人慢慢把他玩起來 玩的這個戰績還不錯的時候 就會有 更多人 去慢慢嘗試他 也會有慢慢更多人 去接觸這隻角色 慢慢的 這隻角色 就有一波瘋的人 都去搶著玩他 我覺得這就是傳說對決 目前的風氣啦 大家是不是覺得 是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常常我就看到 排位 大家都選什麼角色 然後那個角色發揮都很好 那下一場我也會跟著去搶那隻角色 因為勝率高嘛 搶嘛 像這一波 閃電俠的改強 我沒有看到有很多人玩 只有一點點人玩 所以還是要分享給大家這個改強的資訊 那在下路放了一個天空巨龍喔 對吧 我覺得這場 玩起來的感覺是還不錯啦 那對面說要幫忙檢舉他們家的打野喔 對面的打野我覺得也很難抓 他能抓的應該只有蘭鐸 可是蘭鐸又會 那個蝴蝶閃來閃去 所以蘭鐸又很難 那個 那你說要抓好我這個閃電俠嗎 也很困難 我大招可以無敵 那一技能的話 可以這樣來回充牌 對他們後排的壓力 真的很大 你看我這場 抓了多少的後排 像現在隊友全部人都在打野娜 但我眼中 我是盯著那隻井的 你要一直 去侷限他的輸出空間 你不要讓他有一個 很舒服的良好的輸出空間 那他就會無止境的 不斷在後面點點點 然後你隊友就爆了 這邊奎倫要抓我 其實很明顯吧 奎倫要抓我還有大招 反而我反殺了奎倫之後 再去弄掉他們的井 拿到一個Double Kill 這一波對方是一個團滅喔 好的 那這場呢 就是閃電俠在排位場的實戰解說啦 就是提供給大家一個 改強的一些資訊 跟做一些參考啦 那也不要忘記 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我的影片 還有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我是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